我得了那個腦瘤 放上去治療 去了28次 吞咽困難 搞不好我也嗆到 隨時被嗆到的 對自己病情毫無隱藏 李敖29號在微博分享節目片段 但志澤發文 粉絲們苦等53天 因為平常一天一碰文的李敖 在4月6號後突然消失 讓各界緊張不已 經紀人證實李敖急性肺炎住院 短五年假期間 李敖小兒子李勘 在臉書公開 爸爸鬼門關前走一遭這篇文章 提到護理師幫李敖抽談 他25年來沒聽過爸爸那樣呻吟過 隨即收到病危通知書 李敖送進加護病房後 狀況穩定下來 李勘說非常愛他 沒想到李敖睜大眼瞪他 孤想兒子怎麼這麼肉麻 而且護理師讓李敖說自己名字 李敖進回王八蛋 病床上不改幽默 李敖脫險目前轉到普通病房 預計還得住院觀察兩周 人的福氣是有數字的 跟女人的卵子一樣 有固定數目 高齡82歲秉著樂觀態度 李敖持續對抗病魔 記者張凱亮燒日米台北報導 超級震盒的